国会上议院新一季会议第一天 有八名政党领袖这一天宣示就任上议员 焦点在前任新全会领袖瓦达木迪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振东和其他四名西蒙领袖 他们下午两点在国会上议院向上议院主席 拿都斯里威尼斯瓦兰面前 主意宣示就任上议员 刘振东等五人过后赶往国家皇宫 在首相敦马哈迪见证下 向国家元首苏丹莫浩默武士宣示就任正副部长 瓦达木迪受委掌管国民团结的首相署部长 刘振东没有意外受委为国防部副部长 诚信党邓加罗主席拉尔卡玛鲁巴林出任房地部副部长 土团党丹州副主席莫浩默拉兹出任经济事务部副部长 土团党槟城州主席马祖基则是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随着这个第三梯次的正副部长宣示就职以后 首相马哈迪已经完成组建他的内阁团队 和填满所有副部长的人选